各位好 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独一真神 我的岳母是小学的老师 妻子小的时候 曾经在母亲的班上受教 有一次班上几位同学功课没有做好 她也在其中 本来她以为接受老师的惩罚会少一点 因为自己的母亲 没想到母亲却毫不留情 惩罚的反导更重 回到家里面 母亲就把她叫来 抱在怀里面 对她说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我管教你就比较严格 为的是叫你能够比别人好 虽然老师就是老师 班上的每一位小朋友 都认得老师 但是只有我的妻子 她认得那是她的母亲 因为她们有母女的关系 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 大家各有各的神明 有些人以为 既然都称为神 那么应当是同一位咯 有许多不同的称谓 所以信哪一个宗教都一样 只要做人规规矩矩的就好 广义的来说 神的定义就是那一位至高无上宇宙的统治者 你叫他老天爷也好 你叫他造物主也好 上帝也好 都是指着他 这好像在班级上 只有一位老师 叫他先生也好 导师也好 都是指着他那一位 但是上帝不但是神 他也是信耶稣的人的天父 天父这个不是人人都有的关系 正如母亲不是每个学生和老师有的关系 天父的孩子是生出来的 借着圣灵在人里面 因信基督耶稣而生出来的关系 因此我们不能够说 哪位神都是一样 而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和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有什么具体的差异 使基督教所信仰的神 与一般宗教所信仰的神 能够区别出来呢 没有一个宗教所描述的神 会向圣经所启示的神 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 乃是指的神 存在于三种不同的位格中 却是表现出一位的神 在旧约中 把神称为是看不见的创造者 又是称他有具体形象的智慧 又形容为降在人身上的灵 在新约里面干脆就把他称为 圣父 圣子 圣女 但无论在哪里 圣经都宣称 只有一位神 圣经也从来没有把 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位小一点的神 他反倒称自己是与神同等 当然所有的受造之物 没有一位一样 能够具体的 把三位一体的神的本性 把它比拟出来的 因为这是神独特的神 他所独特有的本质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